我弄点水吧 喝的 但是有点冷 你做热吧 这真的是 这也就是这两天 你能享受这个待遇 这辈子我再也不会端起你的水杯了 也就这两天的镜头前装着 哇 杨丽居然会给 哎呀 我真的 我真的会被骂的 哎呀 哎呀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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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倒了 哈哈哈 咱们咋认识的来着 咱们是演出的时候认识的 是哪年 17年 我记得 那当时那个剧部有一场演出 嗯 好像是我把你剃了 啊 哈哈哈哈 这事你才告诉我 你不知道吗 我没跟你说过啊 没说过 有一次 他就说 你要是来演的话 我就让杨丰别来了 让杨丰别来了 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你 嗯 说 哈哈哈哈 这是谁啊 但当时我可是前辈啊 你看 但是我看的第一演 第一场演出就有你 就是演的特好 哈哈哈哈 当时觉得挺特殊的 别爱事 这女孩啥都说了 这是 我最羡慕你的一点 不是说现在都红完会咋 我最羡慕你的事情 每一个梗都传播出去了 都达到了它的价值 就很厉害 主要是运气 你要是运气 是的 就应该 这都根本不是你自己选的 就是某种东西选择了你 你就承受就好了 我那天上网上看一个截图 它就是说《红楼梦》 然后它就说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问题 放在那本书里 说那本书肯定解决的是它的问题 那个段子其实也是一样 我能解决的 面对的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一旦你把它表演出去以后 就跟你没啥关系了 对 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问题 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的问题 能有那么大的共鸣啊 或者是广泛的传播什么的 其实是 就是你觉得你每一个段子 基本上都没有浪费 你觉得比较精准的 比较好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就觉得自己 没有在做什么 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现在开心吗每天 为什么杨梦文有一种喜感 就这么脆 就这么脆 真的 真的 开心肯定是开心 但是还是有一种焦虑 我就是觉得我现在其实很痛快生活的 但我也很难说我就是开心 我就常常笑 然后我也觉得我很开心 但也就是 但就是又有另一种情感在里边 擦哪 不是 我觉得我们就是老干这个活 情绪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受到的 你享受的愉悦和受到刺激太大了 你就太容易在日常中觉得无聊了 对 日常超级难门 对 我觉得咱们对他开心的标准跟不是这行的人好不太一样 反正但合作还挺好的 对 咱们都一起副作久了 快交上桌了 我半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说得存点 我喝水到了 喝水到了 干啥呢 那就是 你怎么吃个小龙虾这么多仪式呢 你又吃盆又吃盆 我想太好吃了要拜一拜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合宿带来的便利是吧 你吃到我对面吃干啥 气氛到了 我很多朋友 包括我这几个室友 都曾经给过我心理上的 或者是心理上那种巨大的安慰 良力的习惯 他洗完那个沙发布以后 就不想套 他就把布子撂那儿 然后说看到的人自然会去套它 然后我就走了 那你为啥要洗呢 只有朋友才知道 你现在的心理感受和正在经历着什么 所以我觉得 朋友对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支撑 страх 我哭了 让我看见你有没有去过冰箱 来救人 救人 我不是 你去救我一下 没有 有 没有 跳 温暖 太感人了 特别欢乐 不知道刚刚大家看这个VCR什么感觉 因为杨丽去年就是一夜爆红 但是其实你看到片子里面 还是很平静的一个人 就感觉生活还是那样 就似乎也没有特别多的变化 你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肯定没有 但是其实生活就变化很多 因为你就是工作很多 就外部的东西变化 对 钱也变多了 但你的生活习惯也不想变 我本身对我的生活习惯本来就很满意 就是我干的都是我喜欢的 我享受的事情 你身边的朋友会突然间羡慕你吗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羡慕我 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说 谁说出他的名字 谁 我所有人 因为现在杨丽是合租的一个状态 确实和我们想象的会不太一样 那无论未来是继续跟大家一起住呢 还是一个人单飞 出去还是特别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生活状态吧 那不见得谁是注定独居 谁是注定合租 可能都要根据当时自己的心境也好 周边的社交关系和自己真实的需求去来 所以杨丽的这个状态很特殊很有趣 那我们接下来看谁的生活呢 要看轩怡的生活 妈呀真的好紧张啊 轩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最后跟基督进进进进进进入 字幕志愿者 玳寠 请订阅 请订阅